第四批 第五批 其实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其实是这样 基本上这个随时可以帮助台湾 这个体势已经定下来了 确实第三批我也听说 但是我没想到是这么快 什么你没听错 日本捐赠台湾疫苗 可能还有下一波 日本产经新闻社台北支局长 石板明夫在广播节目上大爆料 让台湾民众有惊有喜 只要台湾有需要 日本就会伸出元首 可不是嘴巴说说 日本政府六月初开始 申布捐赠的疫苗数量 加起来超过334万剂 第二批跟第三批 间隔不到两周 不过除了感谢台湾民众 在311日本大地震中抗海解囊 背后更掺杂了美日两国 与中国之间的疫苗外交之案 疫苗外交未尝不可以当作 把它视为这个所谓的软实力 或巧实力的运用的一款 如果四处碰壁 然后呢 中国四处元首 美国没有出手的时候 那当然对民进党政府来讲 会相当的难堪嘛 美日接连出手化解台湾的疫苗荒 传出也连带化解 中国主脑台湾购买BNT的计谋 祝德代表谢志伟在脸书上 PO出德国议员的贴文 透露若不是中国在最后一刻硬是阻拦 BNT疫苗早就在3月开始陆续到货 现在也打完200万剂了 不过现在台湾终于买到BNT 跟美日的疫苗战略有关系吗 美国日本相继的出手 而且不是一次性的出手 是接二连三 让本来希望透过 这个上海复兴总代理BNT的 这样子的一个疫苗 来达到乙议出口的 这种想法的可能性越来越低 虽然买疫苗是商业行为 但是全球疫苗供不应求 早就成为战略物资 美日以及中国之间的疫苗战争 也让台湾购买疫苗的过程 充满浓浓的准职味 华语新闻令委屈林凯伦 特别报道 请您继续锁定华语新闻网 以及YouTube华语新闻频道 并且记得订阅 开启小铃铛 接收更多全球新闻报道